猛命灯上拳击雷台 但他的名字很多人一定还记得 那就是前重量级拳王泰森 如今的泰森已经54岁 超过半百岁数挥拳看来相当重 锁定对手小琼斯的身体梦攻 小琼斯同样保到未老51岁了 身手依旧敏捷 但两个半百老拳王大拳击 赛前医生警告实在危险 年纪大了大拳 反应和承受能力都会变差 因此从2005年退役后 15年来从未站上雷台的泰森 为了重出江湖积极做准备 泰森魔鬼特训中 还使用了神经肌肉电击器 电流透过一气刺激泰森 完成高强度训练 曾经20岁就登上重量级拳击冠军 泰森出赛一场就有约台币 11亿元进账 每年更曾有百亿收入 但风光的泰森却挥霍无度 甚至爆出性侵案和多起伤害案 铛铛入狱 泰森更在毒品中迷失自我 身材也发胖变形 泰森从电风坠落落魄了好几年 也因此当慈善表演赛 找上他对决 拳击史上唯一从轻量级开始职业赛 一路惩罚到重量级拳王的小球斯 面对比他年轻三岁的对手 泰森赛前减重至少45公斤 泰森没有像以前KO对手 而是小球斯战成平手握手言和 泰森付出16分钟 赚进1000万美元 全数捐出做公益 拳王依旧还是传奇 东西王黄欣喜 林特医报道